大家好 在上一次我们学了一个单词是十有八九 大家还记得吗? 十有八九的意思表示的是可能性非常大 非常有可能 今天我们来学一个万一 它的意思是有万分之一 万分之一的可能 也就是说可能性非常小 和十有八九是相反的意思 表示万分之一的可能 假设发生的可能性非常小的情况 可能会发生,但是这个可能性非常小 举个例子 第一个 最近天气特别好 我们要去爬山 但是我们就担心 万一下雨 我们就不去了 万一下雨我们就不去了 意思是我担心可能会下雨 但是最近的天气很好 有一点的可能 万一下雨我们就不去了 第二个 我的朋友让我去帮他买那本书 我的朋友说呀 这本书是非常流行的 每个书店都有这样的书 所以应该没问题 这个时候我还是有点担心 我说虽然它非常受欢迎,非常流行 万一买不到那本书可怎么办 有这样的可能 如果很小的可能买不到的话 怎么办呢 第三个 我带上雨伞吧 万一下雨呢 意思是现在我要出去 天气不错,还有太阳 但是呢,我有点担心 所以我说我带上雨伞吧 有非常小的可能 如果下雨的话怎么办 这样的人就是非常小心 非常有打算的 我带上雨伞吧 万一下雨呢 这个呢的意思是 万一下雨怎么办呢 是这个意思 第四个 我要去出差 或者是我要去旅行 那边的天气不错 但是呢,我的打算是多带一件衣服吧 虽然天气不错 但是我还是想多带一件衣服呢 为什么呢 万一天气变冷好穿 万一天气变冷好穿 这个好是方便、为了目的的意思 意思是现在天气很好,没问题 但是我担心可能性很小 天气变冷的时候我好穿 非常的有打算 多带一件衣服吧 万一天气变冷的时候 那我可以穿 那么上次我们学了十有八九 意思是可能性很大 今天我们学的是万一 它的意思是可能性比较小 但是也是有可能发生的 常常表示是一种假设发生的情况 好的,那今天的内容你明白了吗? 万一不明白的话 要记得问我们呀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